愉快地游走在医学跟艺术间 高龄90岁的艺术画家赵宗冠 绘画创作是以写生写实土地情怀为主 长年的艺术生涯更累积了丰富作品 而这次受邀到大顿画中心展出 更慷慨捐赠出了午夜松印作品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也能感受到台湾的土地之美 色彩明亮搭配细腻笔触呈现出风光明媚的山水景色 艺术画家赵宗冠 绘画创作以写生写实土地情怀为主 长年的艺术生涯累积了丰富作品 展览足迹遍及全台 我喜欢把一年当中不同的季节的漂亮的地方 比如说春天当然它是开花 夏天当然茂盛了树叶 冬天有另外冬天 我们台湾的中间秀一件秋天的感觉 众人揭开彩带这幅描绘台中市世述的午夜松印 要送给大顿文化中心典藏 是否也送上感谢状 希望透过画作 让更多人感受到台湾的土地之美 那我觉得这档特别意义非凡 因为赵老师今天的展出 代表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大师 他本身健康 长寿 而且创作力丰富 同时悠游在理性的医疗 同时又悠游在感性的艺术创作 真的是传奇的人物 他的画里面 春夏秋冬 全部都展现出来 还有早上中午 傍晚一亮出来 全部都能够在一幅画里面展现 这是可以说 他能够在行一之一 而且对绘画创作不断 高龄90岁的艺术家赵宗冠 2023年更在家人陪同下 展开环岛写生行程 记录宝岛动人美景 这一次展出的90件作品 以胶彩和油画为主 展期即时起到5月15日 邀请民众一起欣赏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